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骗局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时光机油,返老还童还是钱包瘦身 二,隐形披风,隐身自由还是看不现的骗局 三万能学习贴纸,贴上就会还是学费贴飞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时光机油 返老还童还是钱包瘦身 各位亲爱的时间旅行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时光机油 这不是你车库里那瓶用来润滑引擎的机油 而是一种假想中的能让时光机运转的神秘物质 如果时光机油真的存在 那么,它究竟会是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 还是只会让你的钱包瘦身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得承认 时光旅行是一个科学和哲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量子力学 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时空之谜的答案 但假如时光机真的存在 那么它运作的燃料 时光机油肯定是价值连成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够购买一瓶时光机油 把它倒入你的时光机中 然后转瞬间回到过去或者未来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 但在你兴奋地计划你的第一次时光旅行之前 让我们来谈谈经济学 时光机油如果真的存在 它的生产成本 稀缺性和需求量将决定了它的价格 考虑到它提供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它的价格将是天价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 只有富豪才能享受穿梭时空的乐趣呢 很可能是这样 这就像是市场上最昂贵的抗帅老双 他们承诺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年轻 但实际上 他们更多的是在为你的心理提供安慰 而不是真的把你的皮肤状态倒转回十年前 但让我们回到时光机油上来 假设你真的买到了这种神奇的油 并且成功地回到了过去 你可能会遇到所谓的时间旅行悖论 比如 如果你去阻止某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在未来 你就没有理由去阻止它 因为它从未发生过 这就像是你买了一瓶昂贵的时光机油 却发现它根本没有用 因为你已经改变了 需要它的过去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时光旅行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你可能会不小心带回一种古老的病毒 或者你的一个小小举动 可能会导致历史的巨大改变 这就像是你买了一瓶时光机油 却意外地把整个世界搞得一团糟 总之 时光机油这个概念 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 它让我们思考了时间 价值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但在现实世界中 如果你真的想要返老还童 或许更实际的方法是 健康饮食 运动 和保持积极的心态 至于你的钱包 嗯 它可能更喜欢 你投资于一个好的退休基金 而不是追求那些科幻小说中的幻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隐形披风 隐身自由 还是看不现的骗局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隐形披风 这个概念 在科幻小说和神话故事中 屡见不鲜 从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碰到 古希腊神话中的哈迪斯头盔 隐形披风 一直是人类幻想的焦点 但是 这究竟是隐身自由的承诺 还是一个看不现的骗局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个看不现的奇迹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隐形披风的概念 在科学界 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隐形技术 或者更专业的称谓隐形术 在物理学中指的是 利用各种材料和技术 来改变光的传播路径 从而达到 让物体看起来消失的效果 这种技术的研究 特别是在电磁波的隐形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 这些技术目前还远远达不到 让一个人在各种光线条件下 完全隐形的水平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隐形披风真的存在 那会有多少人 在不小心穿上它之后 找不到自己呢 或者 更糟糕的是 如果你穿上隐形披风去了派对 却发现自己完全被忽略了呢 这种情况下 隐形不仅不是自由 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孤独的诅咒 而且 想想看 隐形披风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引起多少混乱 你可能会不小心撞到其他隐形的人 或者更糟被人踩到 而且 如果你忘记了 自己穿上了隐形披风 那么试图与人交流 可能会变得相当尴尬 总之 虽然隐形披风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在实际应用中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 即使它们真的存在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隐形带来的社会 伦理和个人隐私问题 所以 下次当你幻想穿上隐形披风时 不妨想一想 这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 还是只是一个你看不现的骗局 毕竟 有时候被看见 才是真正的自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万能学习贴纸 贴上 就会还是学费贴非 各位亲爱的学习狂热者 知识探索者 以及那些偶尔在午夜梦会时 仍对学习感到恐惧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万能学习贴纸 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奇产品 只要轻轻一贴 就能让你学会任何知识技能 但是 这真的可能吗 还是只是另一种 让你的学费 无声无息飞走的魔法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的触碰 在我们的大脑中 学习是一个涉及神经元和突出的复杂过程 当我们学习新事物时 我们的神经元会建立新的连接 这个过程称为神经可塑性 现在 假设这个万能学习贴纸真的存在 它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 刺激我们的大脑 促进这种连接的形成 但是 这样的技术 目前还遥不可及 所以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他们有这种贴纸 那么你的警觉 应该像是在听到免费午餐时一样高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万能学习贴纸真的存在 那会是怎样的场景 学生们不再需要熬夜 图书馆将变得空荡荡 咖啡销量会大幅下降 考试将变成一场贴纸展示会 而老师们可能会开始教授 如何正确贴纸的课程 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开玩笑 但它也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愿望 人们渴望能够轻松地获得知识 实际上 学习是一个需要时间 耐心和努力的过程 没有捷径可以取代阅读 实践和反思 万能学习贴纸的想法 虽然充满了吸引力 但它忽略了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成长和个人发展 毕竟 当我们克服挑战和困难时 我们不仅仅是学到了新知识 我们还学会了如何学习 这是任何贴纸都无法提供的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听到 有人提起万能学习贴纸时 不妨微笑着回答 贴上就会 还是学费贴 我选择老派的学习方式 那才是真正的万能贴纸 毕竟 真正的知识和智慧 是不会随风飞走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时光机油 隐形披风和万能学习贴纸 这些令人着迷的科幻概念 这些概念无疑为我们的想象力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 在现实世界中 有些事情是无法通过魔法或科技来实现的 时光机油让我们思考了时间 价值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返老还童的想法十分诱人 但现实中更实际的方法 是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 隐形披风让我们思考了隐私 社会和伦理问题 虽然隐形技术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隐形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孤独感 也不可忽视 万能学习贴纸 则让我们思考了学习的本质和价值 虽然贴纸一下子就学会所有知识的想法 很吸引人 但真正的学习是一个需要时间 耐心和努力的过程 通过面对挑战和困难 我们才能真正成长和发展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这些 有趣的科幻概念 但同时也提醒大家 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理性思考和开放心态 现在我非常期待 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